大家好 我是Matthew 黑超 今天是2021年5月27日 今天很開心 天朗氣清在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立法會通過了 完善選舉制度 我們終於落實了愛國者治港 其實有些網民問我 到底你知不支持這件事 老實說 如果2019年之前 我是反對的 但是經歷了2019年這個黑暴事件之後 我簡直是扑倒去支持 你哪有得不支持 你經歷了 你就沒有得不支持 如果沒有2019年 他們去到最盡可能是2014佔中 這樣的環境 你問我 我都未必說 完全是扑倒去支持 可能都會支持 但未必是扑倒去支持 試問一下 如果 如果我們香港有23條納賭法自行 逃犯條例修訂個案通過 我們哪會有這個 國安法 哪會有這個 完善選舉制度 這件事走出來 其實很多東西是自己拿來的 即是那些黃絲自己拿來的 那些小黃人自己拿來的 唯一一個小黃人懂得玩的 就是鄭松泰 其實這傢伙 2019年71的時候 帶隊衝入立法會 之前就倒轉國旗 他是什麼料大家都知道 他是什麼底大家都知道 不過 你吹他不將 他願意放下尊嚴 他簽了那些東西 我效忠政府 愛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即是他願意簽 他就懂得玩 這個就是黃絲裏面最優秀 而且依然能夠代代平安 就是他這個人 所以呢 如果黃絲想重政 你真的要拜 鄭松泰為師 只有他能夠教你 怎樣能夠在這個新時代 新政治環境底下 都依然能夠代代平安 而又說得出 他自己本身的反對聲音 希望我剛剛所說的說話是錯的 因為其實他以前在北京讀過書 相信他是完全了解 北京那套東西 或者完全知道 大陸改革開放後 他們的進步 有多麼快 有多麼厲害 有多麼壯 他是應該知道的 但是無奈地 他回到香港 他又 可能誤入歧途了 去了熱狗 接著就 越走越歪 或者他一早都是臥底來 走上去看看有沒有東西 刮下來 都不定 不過怎樣也好 他 就是黃絲裏面唯一一個 依然能夠代代平安 自此 香港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環境 我們 其實都不能 反對任何東西 你只能接受 因為我們意識到 原來 外國勢力在香港 真的控制著很多東西 我們只是以爆眼女事件為例 我看完屈姐一篇文章 我就 深紅感受 所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爆眼女事件 由他 尖沙咀 爆了一隻眼 躺下 開始 其實全部都是演員 這個劇本 正式開始 那一刻 你細心想回頭 有道場的醫護幫他 爆炸傷口 去到醫院 又有一堆醫生護士 有些阿姨進去幫他掃垃圾 那樣 那麼多人接觸過去 為什麼沒有人走出來平反過 那一刻的香港是很嚴重的 那一刻的香港 是我們的機場癱瘓 是 全香港無端端有人會掩著自己的眼 不知道以為什麼 Fremation手勢 那時候的香港就是這樣的 大家都認為警察是打爆了他的眼 大家都認為 香港警察有強姦雞姦 這套劇本 其實所牽涉的 不單止有醫護的人員 不單止有些演員 去到後面還有法援 還有律師 還有法官 因為那一刻 警方想去拿他的醫療報告 但是他竟然是 向法援申請司法覆核 跟著找了一個姓夏的 無敵大律師來幫他做這件事 警察只是想拿一份醫療報告來幫你找出 射到你的眼睛的真空 如果是警察本人射到你的眼睛的話 他們都會將那些 不小心 或者 壞分子 成之於法 為什麼你要阻止去拿呢 還有為什麼 律師法官 醫護 沒有人走出來說話呢 醫護就最簡單的了 醫院裡面接觸過他的人 全部都是演員 或者全部都是受控制 甚至乎全部有收錢都未定 有接觸過他的 知道他的眼睛是皮外傷 知道十日八日好 然後可以V字去台灣 知道的 為什麼不說 有利益 因為又有把病被人抓住 基於這個這麼大的劇本 剛剛所講完所牽涉的演員 是一千上萬 不要說一千上萬 一千上百 你說 我們怎能夠不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怎能夠 繼續被那些漢奸 繼續被那些黃絲 繼續被那些肥佬在背後控制住的人 走進來我們的立法機構 繼續阻止香港前進 過去十年我們香港停滯不前 十幾年前 我年輕人那時候 二十幾三十四十年前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 香港人握緊了那個機遇 將內地廉價的勞動力邁向世界 憑著我們自己的獨特優勢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就是 很成功地 做了 這麼大的世界工廠的代言人 跟著 我們國家崛起 西方列強害怕 就要開始搞亂我們香港 因為我們香港是 世界工廠的代言人 這次2021年 這個新的政治環境 就是我們香港人 第二次機遇 真正能夠擁抱粵港澳大灣區 跟隨國家發展步伐 的機會 機遇 我們一定要好好把握 繼續 利用我們先天的優勢 去尋找回 我們的角色 回到頭 為什麼我說2019年之前 如果 有這套完善選舉制度 我未必支持 大前提 就是我們已經有了 23條立法 和逃犯條例修訂個案 空過了 我未必支持 因為 我們 就是特別在於 我們怎樣能夠分辨到自己以及內地的一線城市 我們就是特別在於我們的制度 好老實講 這次這個完善選舉制度 我們的而且確到制度 靠近了內地 但是不代表我們 完全一致 或者不完全 或者不代表我們是 與西方那套資本制度不同 得很厲害 我們依然在中間遊走 但是偏了一些去左 但是沒有辦法 我一直都說的 如果香港沒有漢奸的話 阿爺理得你 問題就是我們太多漢奸 所以 我這次 是絕對撲倒去支持 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希望五年八年十年後 問題修正 我們香港的年青人人心回歸 之後 我們能夠放鬆 今天相信我是這麼多 Thank you 各位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